而因为处理气暴救灾而引发的政治风波 让经济部长张家柱呢 他上周次提出的书面声明 就闪电请辞之后呢 他立刻避不见面 那行政院长江一华就表示 他之后虽然跟张家柱呢 是通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 却还是无法让张家柱打消辞意 而总统马英九呢 则在高阶公务员的集训典礼上 特别肯定了张家柱的邮电政策 所以看得出来无论是总统 还是行政院长都对张家柱非常的器重 微笑出席高阶公务员节训典礼 在经济部长张家柱提辞职之际 马总统借此场合特别肯定张家柱 有一位立法委员感觉还蛮激烈的 后来张部长继续把他那个选区的电价的资料找出来 跟他去协商 这样这样的话那位立委会就觉得这合理 不过张家柱闪电请辞 7号提出书面辞呈后立刻省影没人找得到 行政院长江仪化终于在8号晚上取得联系 昨天晚上我终于接到张部长的来电 我当然在电话上是极力的未留张部长 但是经过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交谈跟讨论 目前我还没有办法说服张部长回心转意 江仪化希望这两天能够和张家柱继续联系 力劝相忍卫国 总统肯定江魁强力未留 不过张家柱此意圣奸 要不要继续执掌经济部全在一年之间 月电TV赖伟胜之刚台北报导